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7月11日 萨尔瓦多试杀库拉索 周日清晨,每周金杯揭幕战打响 萨尔瓦多对阵库拉索 两队近矿军不甚乐观 不过从双方过去四次交锋情况来看 萨尔瓦多占据绝对优势 萨尔瓦多金仗曲开门红无难度 萨尔瓦多连续几届美洲金杯和库拉索同组 前届萨尔瓦多出现后半准决赛被美国淘汰 而上届则没有从分组赛中出现 今届他们被分为二组 同组中还有墨西哥和千里达 作为中北美洲霸主球队 墨西哥无悬念将锁定一个出现名额 而该组较弱的千里达暂且不计 库拉索将是萨尔瓦多争夺出现机会的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 两队过去四次在大赛上交锋 萨尔瓦多全部取胜并且一球不失 优势还是十分明显 而且他们此前在世界杯中北美洲外围赛中 整体表现比库拉索更为出色 其中年轻射手组舒皮里斯多次建功 是队内闪光点之一 金扑分组赛首战在于库拉索 萨尔瓦多必然叛高一线 库拉索过去几届每周金杯战绩和萨尔瓦多相似 前届只不分组赛 上届则在分组赛出现后被美国狙击 显然就两队中北美洲大赛表现来看 双方差距并非十分巨大 不过他们之间对赛网季就对库拉索十分不利 他们分组赛首秀将背负一定心理压力 回顾此前库拉索在世界杯中北美洲外围赛的表现 球队可谓虎头蛇尾 取得三连胜后又连续三仗不胜 而且库拉索在世界杯中北美洲外围赛之后 并没有参加任何热身赛 如今在美洲金杯首战就和K星萨尔瓦多交手 库拉索死意恐怕凶多吉少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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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